柳仁增带高福去了 一刻不停 便赶到连亲王府 因印寺正和阿灵阿在书房说话 他这样的小人物不敢打扰 便站在门口等着 足等了半个时辰 阿灵阿才辞出来 便听印寺说 风生运的案子 你只做不知道 不要往里叫和 太子逆了个刘沛三千里 万岁爷朱劈下来 把刑部骂个狗血喷头 连汉朝的张士芝都点了进去 说是孤名调狱之徒 已经改了腰斩 我们站在一边瞧 就罢了 一转脸 见柳仁增在 便问道 你有什么事啊 柳仁增忙磕头请安 把方才的事细细地说了 哦 你办得还算不错 印寺扶着剃的雀青的头 思量半场 实在想不出 万勇当铺和四阿哥府 这次邂逅有什么蹊跷 四哥府丢的东西 我已经听说了 有人销赃 你告诉庸府就是了 指那些东西 你要小心加小心 万不能出篓子 所有我的手迹 都要烧掉 我看你这人 很是大体 好生做去 任伯安的差事 说不定 只给你呢 说罢一百手 柳仁增忙磕头退出 年羹摇血洗江夏 坎儿狗儿闹当铺 雍王府递师倒单 一连串的事 很使廉亲王府警惕了些日子 无昼无夜的 都有人在王府门前 耳房的窗户里 死死的盯着对面 斗大的档子 那幌子只要一落 立即出动 王府侍卫过去干预 但一连两个多月 绝无异样的事 因此 和府上下人等 心都渐渐泄了 天交十月 北京已是万木萧森 一派东景 城外永定河 已经结了寸许厚的兵 饶是城里头 风霄暖和 金水桥下的护城河 也结出珠网一样的细陵 高大的城楼 叠至城 苔显变得暗红 显得灰暗阴沉 苍穹昏压 童云见机 像是要下雪似的 没有半点活气 只有树上的残叶 熙熙落落 在朔风中色索 像是在向人间 诉说着什么 又像是不胜其寒的发抖 更增添了几分 荒寒落寞 十月十二日 一夜大风 列伯 私步的吼了一晚上 纷纷洋洋降了一夜大雪 早晨起床 人们才发现 北京已是穷楼玉宇 银庄素果 一片混沌世界 印寺进宫 给印人请安回来 便见十四阿个印体 已在府中等着了 便说 前几场雪 都是零零星星丢几片 没落地就化了 这场雪 真叫人精神异爽啊 你来了好 咱们约几个人 痛乐一日 印体 向岸上 努了努嘴 哦 那是四哥送过来的 今儿是他四十大寿 恐怕 他去找他一席呢 印刺一拍手 哎呀 我说呢 心里总影着一件事 再也想不起来 去是一定的 红手 怕不好吧 四哥脾气乖张 从不收什么礼 我们犯不着 巴结他 又讨没趣 依我看啊 两肩抬一张嘴 吃他去 你要不过意 把你抄的那本 金刚经送的 管宝打发他喜欢 印刺想了想 也确实如此 一笑作罢 二人同乘一台大暖轿 竟往安定门 雍和宫拜授 大约错五十分 那雪 越发成团成块 乱与纷飞的 飘落下来 街上已积了半尺多厚的雪 这样的天气 并没有生意 所以家家店铺 关门庇护 一眼撩去 空荡荡的街渠上 没有一个行人 恰这声 几个大汉 赶着两架驼叫 鱼 鱼的一声 停在了万永号当铺外 卸下了几口大箱子 一头一脸的雪 嘴里喝着白雾 进了门面 几个嘲讽 正在柜台里 向火嗑蛙子 见这种天气 还有人上当铺 不由的伸出头来 李在心 皱着眉头问 当什么 为首的就是姓音合成 大狗皮帽子 后头脱了一根假辫子 自笑不笑的 看了看几个嘲讽 搓手跺脚的说道 几箱子硬货 你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李在心和几个人 递了个眼色 开门下跪 打开一只箱子 闪眼便见一座 象牙西洋船 把一个箱子装得满满的 不禁吃了一惊 心头顿时秃秃乱跳 又开一个 里边齐整摆着 五把起花佩刀 和七把小马冲 姓音索性 把八口大箱子 全都打开了 雪光里 淡见银灿灿金黄黄 什么大玻璃镜子 什么珊瑚珠 金佛玉观音 各色共布语段 闪烁药木 正是四王府 丢失的那些物件 不用问 来的这几个人 都是襄阳大道 李在心 强按着心头的惊慌 头上已经渗出细汗了 织物着挑剔道 兵器我们不当 下鱼的物件 你想当多少 姓音笑了 你看看这些兵器 上头嵌的都是宝石 平常不当 总价二十万银子 是值的吧 名话直说 我们爷啊 进京纳捐来的 力不如今 奉四爷军狱 暂停捐官 这些东西 放在身边不放心 并不是缺银子使 说当 其实不过是寻个安全的地方 存存 这么着 你出八万吧 李在心 作着牙花子 吸了一口凉气 八万没说的 只冬家 刚把银子提走 去江南购货了 店里哪里一时 凑得起这么多现银呢 三万 就这 我们也得冒雪 去银号打饥荒 七万 不能再少了 四万 七万 五万五 六万 好吧 六万就六万 这么大财产 我也少不得 供养着点 两个人都是虚情假 一讨价还价 上头五六个嘲讽 已经听得目瞪口呆了 李在心 接着说 店里 石有四万 还得出去挪借 请进 柜台里 向火吃茶 我这就 并掌柜的 给你筹办 说着 将手一让 请姓阴几个人 把货抬进去 向几个人 一地掩风 伺候好爷们啊 便自尽里头 抱之了柳仁增 好 我在这儿 稳住他们 你这就去八爷府 秉了八爷再说 李在心听了 二话没说 一溜小跑 赶到了 廉亲王府 听说 印四 去了四阿哥府 李在心 站着想想 觉得当面 去柄更好 因在门房 借了一匹马 窜上去两腿一架 顶风冒雪 直奔 雍亲王府而来 赶到时 浑身已是雪人一般 雍和公一干阿哥 吃酒赏雪 说笑话 正到兴头之时 印针一向是盲人 面冷心冷 既不请客 也不赴宴 与阿哥们 彬彬有礼 却过从很少 众人难得 他这一请 因来的齐整 三阿哥印子 五阿哥印齐 六阿哥印座 并印寺 印堂 印鹅 印姿 印桃 印祥 印提 印吴 印鹿 印礼 都来了 只有七阿哥印又 伤风没来 寂寂养养 在万福堂 摆了四桌席面 地龙的火 烧得满屋暖隆的 却把窗帘都打开 既宣长 又好赏雪 因击骨传花 刚轮到印旨 说笑话 那印旨 虽宝学 却不善于此 想了半场 说道 我没有老十三 老十四 那份诙谐 老十呢 又太粗 胡乱说一个 不笑别怪啊 说张传仙 当登州太守 考试秀才 命题 博移书旗 做八股 有个秀才 博 做两股 移 做两股 书 做两股 旗 做两股 张传仙 又好气 是又好笑 批了几句 排语 颇有意思 因停碑 他就朗诵道 姑竹军 呼声碑 叫一声 我的儿子啊 我只到 你在首阳山下 做了扼杀鬼 谁知你被一个 混账东西 做成一味 吃不得的 大碟八块 逃 众人鼓掌喝彩 印针高兴的 脸上忘光 谁说三哥 讲的笑话不好啊 我敬三哥一杯 请三哥 再赐一个 众人力时负荷 印刺笑道 确实妙语啊 三哥一定 得赏光再讲一个 那 哎呀 那我免从重命吧 印纸吃重人 僵不过 笑着吃了一杯 那年我到虽州 见酒店一副 对联写的可笑 这上联是 入座三杯 醉者也 下联是 出门一躬 歪之狐 你们要再逼我喝 我真可要歪之乎了啊 众人听了 不禁又是轰然娇妙 印鹅 酒已经吃到八分醉了 听印纸说他粗 心里不受用 头摇得波浪鼓似的 哎呀 不好不好 防着这么好的雪 没有尸 岂不可惜了 辜负了老天爷 印针生怕他扫兴 老师说的是啊 我 三哥 八弟 十四弟 四个人连诗 每一句 有黑有白 黑白要分明 诗句不好 罚三大功 因此起句道 乌鸦争美 一段香 印纸接口道 寒窗林铁 十三行 印四 折扇打着手心 银子 鲜鲜御守 磨香末 印提笑着道 八哥好情志啊 我也有了 点点梅花 落雁糖 我再起一句啊 家人美目 瓶香派 对局围棋 打结盲 印针盲推印纸 三哥 你愣上来 快着点 印纸 音一笑 古七 咬琴 心欲枕 好 印提 宣碧扬眉 正要接银 不妨印鹅怪声怪气 冒出一句 银沟 打翻 豆腐汤 众人 不禁 轰然大笑 十四 阿个印提 便来拧 印鹅的耳朵 好好的尸丝 让你败坏的一点也没有了 阴沟 打翻豆腐汤 岂不是黑白不分了 发酒发酒 我要提尔灌黄汤 正不可开交呢 高福匆匆进来 向印针 福尔说了几句 后退一步 攻身听令 印针当时 紫胀了面皮 这有什么说的 点王府侍卫 立刻把这起子 贼给我拿下 又转脸 对印翔说 我府丢的东西 有着落了 贼现在就在万勇荡部 你如今管着刑部 只好老你去刑部 掉几个牙翼 做帮手了 此刻众人已是听呆了 印翔笑着起身配件 唱 我再给你们演一出 温酒斩华雄 老十四 等着我回来 再拖三百拳 印四 听见万勇两个字 浑身大了个寒碜 看印堂时 也把目光扫过来 四目一对 历时会议 您也起身笑道 哎呀 我就沉了 正好和老十三同去 谢四哥的寿酒 改日啊 我还期 印针笑道 哈哈哈哈 哪里的话 一年四季难得一聚 何况这场好雪呢 你这一走 就散了众人的心了 也辜负了我的心 狗儿 各位爷带来的人 都归你和坎儿招呼 轿子锁了 大门封锁 今儿上下 一醉方秋 咱呢 吃醉了 就不能在四哥这住一宿吗 众人也都正在兴头上 哪里肯放印四区域呢 纷纷起身挽留 罚乱令酒 印四心里虽不安 却也脱不得身 印翔带了七十余名王府校尉 打马狂奔出城 过朝映门 见守军千总 是自己在户部驶过的小军官 新一飞 便住了马 问道 原来你在这儿办差呀 伙上 你手下多少人呢 新一飞 是巡哨偶尔遇上印翔的 见是恩主 忙笑道 十三爷 原来还记得奴才呀 这里的兵不多 只有一百多人 老齐化门也归奴才馆 十三爷要使人奴才过去叫去 嗯 一百人足够了 印翔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 你悄悄带着 把守万永号当铺四周路口 无论是谁 不许进也不许出 万永号里有大盗 跑出一个耗子去 我就抽你新一飞的鞭子 这是个极其简单的产事 新一飞连连答应的召集人 分配着 把守路口 不到一袋烟功夫 已经将靠近万永当铺的街口 封得水泄不通 好 你会办事 印翔掏出怀中金表 看了看 连走路 没用一刻钟功夫 嘴角闪过一丝阴冷的凝笑 稍边一指 冲进店去 逢人就拿 柳人增和店里六七个嘲讽 正和姓茵 要一搭没一搭的盘谈 等着李在钦取银子回来 不妨拜托一阵马蹄嘚嘚 一排店门哗的倒了去 满屋雪尘卷的乌烟荡气 几十个呼惠君校 蜂拥而入 几乎把人来高的柜台都给掀翻了 柳人增又好气 是又好笑 刚说了句 军官来了 提脸便挨了两个耳光 打着眼冒金花 急着叫 拿错人了 我是当铺的人 不管你是谁 拿下再说 印翔按着剑大喝一声 都不许动 把脏屋给我抬过来 说话间几十个军秀 早已闯进了后院 不问青红皂白 不分男女老幼 顷刻之间都捆得米纵一半 把姓阴等人 抬着的箱子当院打开 一件一件的验 柳人增不认的印象 见他如此蛮干 便大喊道 军爷 我们是报案的本分生爷 一语味中 旁边的一个护卫 回身就是一个窝心犬 你有点规矩没有 这是十三爷 不许说话 一时清点完毕了 各样东西聚在 胆少了奇袖琥珀 二十四块 印翔方转过脸 问柳人增 方才你说什么 你是这店的掌柜 怎么少了二十四块琥珀 四哥最心爱的 就是这个 那要问贼 柳人增不知是动的 还是气的 脸色又青又白 浑身直斗 十三爷 这就是审案 也得弄清原告被告 印翔左右张望 杏阴等人早已经无影无踪了 阴两手一摊 一脸坏笑 贼在哪里啊 这会子怎么分辨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呢 少了琥珀 不定是藏在哪里呢 略以沉吟 从嘴唇里蹦出一个字 搜 柳人增 真急了 双脚一跳 这是八爷的当铺 印翔双脚跌的 鸡血咯吱咯吱吱吱吓 来回躲着 偏过脑袋 这是八哥的当铺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八爷府就在对门 十三爷一问便知 也懒得问 印翔无所谓的笑着 就你这副阿扎杀财相 会是八哥的奴才 我方才和八哥一处吃酒 我来这里 八哥也知道 既是八哥的产业 他会不言喻吗 你 我怎么了 印翔疏然的拉长了脸 头一摆 又是简单的一个字 搜 于是满院各房 立刻折腾的天翻地覆 砸门牛锁 翻箱倒柜 稀里哗啦的一片声响 军事们个个腰里塞得鼓鼓囊囊 兴高采烈的串房细搜 印翔也不理会 只等着自己要的东西 好一回子 一个护卫满脸油汗抱着一叠子暗卷出来 十三爷 琥珀没有 全他妈的是些账本子 是吗 印翔新手颠过一本 翻开一看 全都是中王迎头小凯 密密麻麻记忆的全是官员考工密大 某人某年月日 因何故处分 转调储将何处 走何人门路 起腹抄迁 现在何处任何职 一一周围 印翔一口气松了下来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抖着账本 问柳仁增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一个生意人 抄露朝廷密当 比吏步的还戏 是做什么用处啊 柳仁增 柳仁增已经面色如土 反背着手双脚一软跪在了雪地 嘶哑的声音说道 我不知道啊 我没做过这种事啊 十三爷 这家的东家 是任伯安 到江南去了 您把他拿到北京问 问问就知道了 好贼爹 印翔勃然大度 八件怒喝 很该全抄 这是大清开国罕有的答案 给我使劲的抄 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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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以后 вер结机 service 时 warranty 我